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竞选总干事黄珊珊表示 蓝白双方需要公平公正的评比机制 希望有两到三场柯侯公开辩论 辩论后在选择评比民调机制与民调期间 希望在十月底之前完成全部流程 民众党党主席暨总统参选人柯文哲 抛出内阁制政见引发诸多讨论 有学者提醒柯文哲的行政经验是台北市政府市长 不是中央政府两者差距非常大 还选制这套民间企业都不必然使用的炫技做法 就怕会是水土不服的药方 副总统即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 针对蔡英文国庆讲话表示 非常认同蔡英文为台海和平所提出的路径 将持续透过四大支柱维护台海与区域和平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持续陆阵造势 演讲中脱口而出连数五六十万份 现在已经超过了 让媒体好奇是否属实 幕僚立刻澄清郭台铭只是比喻 新唐人亚海电视这里报道